中西晚片 影視娛樂 光影不現 盡在首輪影院 主持 梁仔 各位觀眾又回到首輪影院 今集仍然請了Otis 咦?我要出聲嗎? 不是嗎? 他們也出聲 剛剛我們錄了關於星球大戰 也懷念了Carrie Fisher和俠島一號 星球大戰外傳的影評 這一集也是在聖誕期間上演的一部電影 我們只想玩才可以看 這個也有看 這個就是《太空潛漢者》 中文名字是很差 中文名字是很差 英文名字是很適合的 也挺有名的 《Passengers》 《Passengers》 這部電影 我未進去看 我感覺上 類似太空移民 我以為是一些 Thriller 我以為是一些行動 對 但我以為是沒有行動 我以為跟你說 好像《極樂帝國》 我也以為是 我也以為是 《極樂帝國》 誰知道完全不是 可以說一下背景 其實是一個愛情小品 是一個 充滿一個 《Dude Guy》的愛情小品 可以說一點 這部電影 我真的說它低成本 低成本製作 還有很多CG 對 還會用太多CG 補充一些東西 不過畫面也是華麗的 對 全套電影 我和Odys都數過 應該只有9位演員 對 高氣氛的其他3個 對 還有虛擬人 4個 對 還有虛擬人 如果計算 後來醒醒那個人 對 我覺得好像很少氣氛 接著是說他們要搬屋 搬屋的期間 原來發生了很多事 一個科幻片來講 我覺得這部電影 都蠻特別的 真是特別 因為整部電影 絕大部份 都是在太空倉上發生的 因為我以為 以前的科幻片 近幾年 例如Industella 火星任務 甚至是引力邊緣 我覺得是 叫做 就是那個 氣路 就是那個場景比較闊 但是這次 Potenters 是真的在倉上發生的 絕大部份的場面 在太空上船 因為太空上船很大的 對 場景都多 其實我也很奇怪 如果根據美國的 IMDB 影評 它就說是比較爛的片 但我個人來說 我不認同 它的理由是什麼 它可以爛的 它沒有說理由 但它的評分 評分 評分比較低 可能大家預期 不是那樣 因為真的蠻有趣 因為它真的是 愛情小朋友 因為後來有些 有些緊張 因為這部電影 還有科幻 又有愛情 災難 後來是災難 甚至有愛太空 有些原素 還有一點哲學 它是太空版的 技巧重新 一回頭 男主角 真的是太空版的 技巧重新 是太空版的 少年派 甚至是少年派 去到中後段 當然女主角 是Jennifer Lawrence 真的 拍到很貴死 鐵拉尼 那些預算都去了 我覺得真的像鐵拉尼 很好的 有些說話 You jump first I jump You jump, I jump You jump, I jump 那些 我覺得它真的可以 其實它的故事背景 甚至中間的過程發展都可以 雖然我覺得它是no budget 即是比較低 但在太空倉中 我覺得它的場景是蠻好的 例如飯堂 都是漂亮的 即是飯堂、戲院 甚至乎我們有看過 醫療室 我覺得很… 給人的感覺是很先進的 那個景景搭得漂亮 但就來來去去 例如酒吧的景 用來用去的酒吧 出了N字 始終這些資金 全部都在兩個 在Lawrence 除了Lawrence Chris Pratt也很貴 是 他是朱羅世界的男主角 所以Anyway也好 這部電影 我覺得它的張力都頗強 還有Jenieva Lawrence 和Lawrence 好看 好看 這些算是劇頭 偷偷地 大家是有興趣 不過令大家更加上去看 不過我覺得 娛樂性是足夠的 娛樂性很足夠的 都沒有 都少冷場 因為你這部電影 其實你 人少才能考到導演的功力 是否是 因為你來去 真的有對白 有互動的只有四個人 是啊 全套片有九個人 但有五個人 是多L餘的 只有四個人 對 只有四個人 是實際的 所以 導演要介入 尤其是 尤其是 Jenieva Lawrence 這麼大卡士的人 你真的要拿捏得好 還要說 是Jenieva Lawrence 到終期才出現 是啊 差不多半個小時 還是多過那小時 應該四十幾分鐘左右 即是多過那小時才出現 不過我覺得 整套片我覺得OK 不過唯獨是一樣 是 尤其是 始終你有時 講為何 男主角 女主角 甚至乎 那些角色 為何出現 我覺得她的深度 差點 即是描寫 和交代 始終有些人說 為何你會有災難 最後 Jenieva Lawrence的態度 為何會急劈轉變 她又沒甚麼解釋 契機在哪裏 當女主角 遇到男主角 性格上的轉變 其實我覺得 你人少 其實應該是有很多時間 給你描繪 對 都交代了為何要上太空艙 有說 有說 但男那個 反而 男那個心無力情 便便寫得重 但男那個很少 即是沒有背景 去交代 他沒有 他簡直是空白了 即是為何要上太空艙 即是為何要上太空艙 即是你有沒有家庭 你有沒有甚麼 即是 人類為何要上這艘船 都沒有解釋得太清楚 我覺得 有時我也知道 你拍這些片 最忌憑是穿布 即是 即是 你不能太早劇透 你太早劇透 人們便說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即是 我知道太空科 是要賣關子 但有時 即是 你不要說為了賣關子 而放棄了 一些人格上的描繩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總體來說 未至於10分 只有6.7分 我覺得也有8分 8分半左右 嘩 你給那麼多 我發現我給7分 7分 即是 其他 其實 都可以7分半 因為 其實 題材挺有趣 很少看 波華片看到 即是他有探討這件事 我們不清楚看 大家自己看 因為我看到 後面CG的探景色是漂亮 漂亮 但因為現在景色漂亮 已經不是 是一個 缺乏性因素 因為現在 一起做得很漂亮 不過我為了是 真的說真的 他有機會 打成長相 即是說一個 男主角PK的 收容歷程 他不著密說 對 最後這個PK 是一個成功的PK 對 他是一個成功的PK 但我覺得 這個男主角可以 再描寫得 再陰暗一點 但我覺得 好像做一點不做一點 他有點掙扎 甚至乎 是要透過第三者 去告訴他 男主角 就是告訴女主角 男主角是這麼PK 對 那又不是 最後的作用 是把他拉回來 對 令到女主角明白 為何男主角這麼PK 令到PK 成為一個成功的PK 只能夠提材生命 但劇情一般 OK 放了很多時間 在愛情小品 最後半個小時 最後半個小時 就會有很多行動 有滑感 最後你問我 可能會有一點 科幻大集 對 不過最後 有些人生意義 有 人類的 為何要搬離地球 也要說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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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如果人生整個歷程 只有你和另一個人 你們會怎樣過過過生活 大家私下空間 如果有很多東西 物資上是充足的 你是不會死的 你是不會死的 不過你下半世 余生就知道 對著那個人 對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我覺得這也是 有私下空間給大家 好 Anyway 趁未看這部電影的朋友 你也可以進去看 因為剛剛也是 聖誕假才上畫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裏 各位網友各位聽眾 我仍然是很努力 去做一些手錄影院的節目 對 我報了個小時後 聽過兩次的這句話 我報了兩次 因為錄兩集 我希望 追回一些view數 至少都比港湖幫 賣火柴那些 不會差得過耳鱗擊石 我是卵仔 他是肥龍 各位網友各位聽眾 繼續支持我們中港台其他節目 好 我應該是2016年的最後一集 我在這裡祝大家 新年快樂 新一年 大家身體健康 好 我們講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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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 我們有一個追求的 大陸 高欣賞